8月9日零时到12时 全省共报告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40例 其中确诊病例32例 无症状感染者8例 8月1日至8月9日12时 海南省本文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99例 其中确诊病例1314例 无症状感染者585例 全省疫情总体上升趋势有所趋缓 8月8日无新增涉移视线 但仍处于高位 新增感染者中未管控人群所占比例仍较高 疫情扩散风险仍较大 感谢观看